大家好,我是杰西 那这个我们看天天学英文Day 16 好,那上次是看到现在简单是 我们在讲Routine的翻译练习 那由1到10题 那今天要讲的是11到20 好,希望没有人做好再等杰西的答案 杰西每次说,明天见 明天就会消失 就非常不幸的又头痛,脖子痛 然后整个肩颈很酸痛 好,头痛到上课都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不好意思 就本来是说隔天 结果呢隔了很多天 好,那我们回来看到这个 讲旅行公司就一般做的那种 然后几点起床,几点睡觉这种的 好,那我们这边讲的 就大部分都是现在简单是 那我几个星期前找到了新工作 这是现在简单是吗 当然不是了 几个星期前 好,这就一定会是什么 过去是 那大概全台湾人最常犯的错误之一 一定就是动词忘记改过去是 所以你不能说get 你要说 I got a new job 好,几个星期前 a few 不见了 a few weeks ago 几个星期前找到一个工作 那你说这个get 我不能找改成found吗 f-o-u-n-d found 可以 好,那找到了 found a new job a few weeks ago 假如我现在在找工作 你就不能说 I found 叫做 I'm looking for a job now 好,那这个时候 b呢 就问说 那你觉得你的工作如何 好,英文会怎么问呢 一个比较长的用法 我们会说 How do you like it? How do you like it? 那回答的时候 那个it就是你的工作 新工作对不对 就是你可以说 You are just okay It's great It's terrible 类似这样 好 那你说我不可以说 What do you think of your job? 你觉得你的工作 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讲法 这个是很常讲的 然后常常同学被问到这个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回答 好,那你现在看到了 你就应该要知道怎么回答 好 那我要说这个工作很棒 太多种讲法了 好 那这边用一个 它上面用的 It's great 很好 很棒 It's good It's great It's fanta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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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wonderful It's amazing 好 除了上班时间之外 好 我上夜班 好 杰西好像用得不太好 他就是说 这个工作很棒啦 好 那除了什么之外 除了我的上班时间之外 好 那这边除了之外 要用except 因为不包括 每个东西都很棒 很棒 但是不包括 好 上班时间 这时候很简单的一个用法 我们就用hours 那那个上班的时间 the hours except for the hours 好 上夜班怎么讲 I work night shift 好 shifts 就是那个 shifts的这个shift 就是 什么班 好 早班 day shift 早上 早上的班 也可以说 morning shift day shift night shift 然后还有一个大夜班 之前有讲过 叫graveyard shift graveyard是本厂班 好 那大概就是只有像 KTV啊 还有 那个叫什么 护士 大夜班 为什么会翻呢 好 护士啊 然后那个 警察好像也有吧 医生这些 他们会去上大夜班 对不对 好 我睡了一整天 下午四点起床 睡了一整天 好 这个时候呢 假如你是在讲 你的习惯的话 好 我最近都讲 I sleep all day 好 那你假如是今天晚上 你要跟你的朋友讲说 啊 我今天睡了一整天 那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了 你已经睡醒了 这时候你要用slept all day 所以时代真的要非常的注意 好 然后呢 and get up at four in the afternoon 好 在下午四点钟起床 好 那你说我不可以说十六点吗 我不知道别人 但是至少解释自己 我不会讲十六点 我更加约 我一定约下午四点 好 假如我们要约八点的话 我们就会讲是早上八点 还是晚上八点 这个有人弄错过 这个要非常小心 那通常台湾人 我记得也不太讲 什么十六点 二十点的 好 那日本人很可爱 他们会讲一个叫二十五点 好 二十五点知道是几点吗 凌晨一点 二十六点就是凌晨两点 所以你查一下Google 他会跟你讲 其实这用在电视节目 那解析本身在东京 看那个停车场的 那个公告上面有看到 就是停车停到几点啊 付多少钱啊 这些 还蛮好玩的 第一次看到二十五点 二十六点 好 我早上七点到公司 通常工作到晚上八点 像这种的啊 就是应该你很轻易的 可以说出来 好 I get to work at seven 不要念错 好 那个人的名字是 Spat 这个ate 就拼做这样 ate 然后他去录一个节目 那个节目做他专访 一直把他的名字念作 Sprate 好 他是不是非常生气 只能在 就是在推特上 有点点小小抱怨这样子 所以其实蛮多人 对名字蛮重视的 就是尽量不要把 他们家的名字念错 好 所以我当我在公车上的时候 我通常传简讯给我的朋友 当什么什么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 when 你可以用while 好 两个都可以 while的话 比较是在一段时间 when 比较在一个点 好 在公车上 我们要用 on the bus 请你记住 我们是 你说我们不是在车子 顶端 对 但是在英文 交通工具啊 你可以站起来的 那个我们都用on on the bus on the MRT on the airplane on the boat 我想想太快了 好 那我通常 好 传简讯给朋友的话呢 在英文 text这个字 就可以当作是一个动词 I usually text my friends 好 那你说我不能用send吗 可以啊 I usually send text to my friends send的话 你就记得给朋友 就加一个to 这样子 好 晚餐之后 我打一个小时左右的电动 然后跟朋友在线上聊 小天 好 晚餐之后 你可以直接用after dinner 这样一个片语 你也可以说after I eat dinner 好 I play video games 听懂 好 for an hour 这边要加一个这个 also 好 这个就是学生上课的时候 学生通常有疑问的 为什么要一个also 是什么意思 好 这个就是它一个固定的用法 你说大约一个小时 我不能说about an hour吗 可以 你可以说about an hour 你也可以说an hour or so 那这种就是不同的用法 这个是一个蛮口语的用法 还算蛮常见的 就可以记一下 那不要about an hour or so 不要把这种两个东西 合在一起 取其中一个 好 然后呢 chat with my friends 好 在线上聊天 你可以说chat online chat online 跟朋友 chat with my friends online 好 现在在找工作啊 所以我没有什么 称了上例行公事 只有我没有每天都在做什么 我都是很不规则的那种 生活习惯 so I'm looking for a job 现在除了now之外 我们会有这个叫做at the moment at the moment就是现在 so I don't have much of a routine 好 英文这种much of a 它是一个用法 特殊的用法 好 就是 称不上是一个 一般的寻常的 好 比方说 其实台湾今年冬天不冷 对不对 好 那冬天已经过了吧 我们就可以说 we didn't have much of a winter 我们没有一个很典型的冬天 就是冬天就是不冷 现在春天就蛮正常 那个雨一直下很讨厌 对不对 好 那这个much of a 就是没有一个像很正通正规的 就像这个台风来了 小小的 we have we don't have much of a typhoon 我们没有一个很正规的台风 就台风感觉又很大 它就小小的这样子 好 类似是这样子的用法 就知道一下 much of a 好 它出现没有很多 但偶尔会看到 你可以知道一下 那半夜一点或两点上床 上床睡觉 好 上床睡觉的话 就是go to bed 对不对 I usually go to bed 好 在一点 或者呢 两点 好 半夜其实就是 在英文的话会是 in the morning 好 in the morning 那你说 之前讲过midnight midnight不说 midnight是午夜12点 好 最后这边刚好 12点 我们就可以说 is exactly 12 o'clock o c o c k 12 o'clock 这样正好是有点 好 有什么12 o'clock under dot 在点点上 好 一样的意思 好 三点四十五 最简单的时候 你就说 s345 但是呢 有一个很长的用法是 is a quarter to four 好 一刻钟到四点 这个用法呢 你不会讲 没关系 但是你要会听 所以对于时间不熟的话 这种的quota的话 可以再去找一下 好 那今天就比较短一点点 就先到这边为止 题目的话 一样 就把20题都放在后面 还有所有的答案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不知道何时 再见 拜拜